卢卜哈利沙漠 又称空中的空地 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之一 位于阿拉伯半岛的南部 横跨沙屋地阿拉伯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阿曼和也门等国家 以下是有关卢卜哈利沙漠的一些主要资讯 地理特征 卢卜哈利沙漠占据了阿拉伯半岛大部分面积 总面积约65万平方公里 沙漠地形以连绵不断的沙丘 沙蛙和沙漠盆地为主 其中有些沙丘高达300公尺以上 沙漠中还有一些前河的河道和岩湖 气候 卢卜哈利沙漠属于热带沙漠气候 夏季炎热前灶 冬季温暖宜人 沙漠地区日夜温差很大 白天可达摄氏50度以上 夜晚可能降至摄氏10度以下 降水量极少 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不足100毫米 生物多样性 由于卢卜哈利沙漠严酷的气候条件 植物和动物生存环境十分恶劣 沙漠中几乎没有长粒植被 植物以耐旱性的灌木 多肉植物和草本植物为主 动物方面 卢卜哈利沙漠的野生动物主要包括骆驼 沙漠狐狸 狐狼 沙西等 人类活动 尽管卢卜哈利沙漠是一个极端的环境 但在沿海地区和沙漠边缘仍有一些定居点和城市 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如杜拜 阿布达比等 沙漠中主要的人类活动包括畜牧业 油田开发和旅游业 文化与历史 卢卜哈利沙漠是阿拉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之一 沙漠中有许多古代城市遗址和考古遗迹 如沙姆沙伊和沙姆尔和埃拉埃拉等 反映了古代沙漠文明的繁荣和辉煌 总的来说 卢卜哈利沙漠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之一 其广阔的沙漠景观 严酷的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探险家和游客 以上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